七公里的围墙围住了什么秘密 六年多的耕耘创造了多少财富 一字亲密接触为何让人失魂落空 一车海带进山怎样创造独一无二 车围住的 围住 让人大快朵頤的美味究竟从何而来 敬请关注本期《身材有道》 这墙里边到底有什么财富 生材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 我刚才把这墙头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里边到底有什么财富 这片山叫做龙庙山 以前是什么人都可以到山里来的 可是2009年以后呢 这座山修了一条长达七公里的围墙 看到了吗 墙的那边到底有什么呢 听了半天我也没听出来到底有什么 这里头这么神秘 好多人都说进不去 不知道里边有什么 但是这点事能难得住我吗 我今天就要进去一探究竟 因为啊 我带了一位特殊的通行者 看 唐建伟 山东人 威海龙庙山养殖场负责人 龙庙山位于山东省荣城市 上庄镇的吕家团村南 这三千多亩的原始森林里 究竟孕育了什么财富 跟着老唐我们终于可以进去 一探究竟了 今天穿的衣服还不是挺新鲜的 等一会儿进去 第一不要达成算法 第二不能顶着 随便顶着他们看 得小心点 好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他说得我心里好紧张 不过好奇心越来越强了 他必须得进去看看是什么 走走走 老唐如此小心翼翼 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深山老林里 难道有什么可怕的秘密 老唐你这搞得那么神秘 不就是猪吗 这个不是一半的剧 你抓一只 你砍一砍 自己老唐厉害 抓一只 抓吧 小猪乖乖就行 可还没等我们跟小猪来个亲密接触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也太厉害了 这个母猪有很强 尤其是野猪 它有很强的护仔心理 我们本来想抓一只小野猪 给大家看看 身上有花很漂亮很乖 没想到老母猪围着我们追了三圈 我们不敢抓了 谢谢 我真的害怕 这一刻我们才明白 为什么进山前老唐千兵宁万嘱咐了 原来这些猪根本不是普通的猪 我们传一公五个人 没人知道要咬我 那个活着 把这个大腿下 咬了 很新很新 封了三层 这个我 这个咬了 这个手指 这个手指都咬了 他们就咬了 这就有野猪 唐建伟在龙庙山里 养的竟然是野猪 野猪大家并不陌生 可龙庙山紧邻大海 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野猪呢 老唐说 其实这些野猪 平时都在山里头 要把它们请出来 也有办法 但是既不是敲锣打鼓 也不是找人来轰 用什么办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法了 瞧 拖拉机 难道是把野猪都拉出来吗 不是的 来师傅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咱们怎么把野猪给弄出来 好 好嘞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这个拖拉机的声音 就好像下课铃一样 铃响了来下课了来吃饭 大家伙于是就通通都跑到这边来了 这就是我们换猪最好的办法 厉害 几百头野猪一涌而现 永生的龙庙山竟然真的是野猪的天堂 老唐正是第一个把野猪引到龙庙山的人 但据说他的生活原本跟野猪没有一点关系 每天的物流 对他的迹象各方面都非常的可观 唐建伟是危害最早一批做物流生意的人 靠着对商机的敏锐判断和准确把握 他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早早地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生活 每天喝喝酒 打打麻将 吹吹牛 喝喝茶 这都是他一个叫平常状态 在别人眼里轻松逍遥的唐建伟 却根本瞒不过妻子的眼睛 在妻子看来 唐建伟是个闲不住的人 可早已功成名就的他 还能对什么产生兴趣呢 养猪 这个让很多人当作谈资的新闻 却引起了唐建伟的关注 他竟然开始留意起自己从未涉及过的养殖行业 那段时间不管是看电视还是上网 他只看一样东西 野猪 那个野猪还是活蹦蓝条 生龙活虎 非常漂亮 这看看不要紧 可唐建伟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 搭的老板或者搭的商业 他都一点一点都关注这个行业 肯定是将来中国一步一步 经济越来越发达 老板心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肯定是得好的贫瘠 质量好的东西 性格越来越多 老唐此话一说 身边的人心里一惊 因为了解唐建伟的人都知道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唐建伟要养野猪了 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 就是妻子陈彦霞 妻子的知足常乐说 动摇不了老唐 多年的朋友只好出马 对他小知以情动之以理 他的养殖期很长 建议建效很慢 肯定很辛苦 做生不累 一天到下在那做的打麻将更累 腰残万贯 带毛的不算 那就证明了一个什么呢 养殖行业风险特别大 做什么事都有风险 跟好朋友抬起杠来 老唐是毫不留情 于是那一段时间 轮班给老唐做思想工作 成了朋友们的主要任务 亲戚朋友是轮番上阵 劝说老唐 耗时半年左右 老唐突然跟大家说 你们也别劝我了 我要出去旅游了 而且这次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 大家一听就比较放心了 看来劝谦有效 但事实上大家没想到的是 老唐这一出去 就是二十多天杳无音讯 再联系上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在辽宁通话的深山里面 而且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他在这儿已经花了四十多万 这么一个在地图上 都不好找的地方 老唐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他在这儿到底干了什么 花了四十多万呢 那是2008年的夏天 妻子陈彦霞至今记忆有心 我找我去去旅游 因为我个人两个都去世了 应该去世了二十多天吧 所以说应该是东北那块 我抓了个别 完转东三省 唐建伟看来是真的要放弃 养野猪的荒谬想法 记情山水了 可慢慢的 妻子发现 他们旅游去的地方 跟别人似乎总有不同 每个路特别是不好走 全不是自己走上去的 难道真的是 显处有奇观 高处有美景 唐建伟到底要带着老婆孩子看什么呢 结果全都是去看猪了 猪 唐建伟所谓的旅游就是来看猪 老婆孩子竟然是他外出找猪的掩护 避开反对 躲掉劝服 唐建伟就这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总共花了四十万 四十万买来是起投注 贼鬼都是三万块钱一投 全然不顾妻子的反对 唐建伟几乎把东北深山里的 这家小型养殖场全部买空 消息才会危害 家里人真的急了 我信了他太害怕了 这四十多万呢 挣钱都不用 相比家人的忐忑不安 老唐却是找到了创业的激情 回到危害他更是抛出了大手笔 应该是三千亩左右 租了五十年 总共花了一百三十万 在一个没有野猪生活过的地方 花一百三十万 租三千亩山养殖 老唐的魄里 大的实在是有点惊人 可野猪拉回来应该怎么养呢 老唐说自己早就想好了 我们回来喂点好东西给他 听过这个猎的东西 都可以启用 扎马架的宝贝 把东北的野猪弄到海边 当成宝贝养 就能养好他们吗 开始这个野猪回来吃得非常欢 相对于老唐的乐观 帮他在山上照料野猪的博物 唐卷神明显有着不同的观点 光吃不长是仇坏了家人 可老唐对此却似乎并不在意 我们刚开始是个信息的东西回来 就不计成本的 不计成本的魏猪 听着口气老唐是财大气粗啊 可没过多久 他的底气明显改变了 今天愣一点 到晚上为时的时间 省下来了 没吃得问 向来对瓜果蔬菜一哄而上的野猪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喝水喝的少 天天盯着 野猪有什么 他的喝水量非常大 多为点水 到最后水喝的少 是为时食的少 这一下可急坏了老唐 因为危害根本没有人养殖过野猪 所以老唐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 就这样 野猪的状况一天比一天糟 一点一点的 剧都不起了 剧都不起了 原先是标费提桩的买回来的那种野剧 慢慢慢慢的开始笑首 猪都开始咳嗽 一天到晚还那个兵柱那种状态咳咳咳咳咳 野猪向来以免疫力高著称 可老唐的野猪怎么全都变得这么娇贵 曾经意气风发的老唐如今完全变了模样 一到这猪圈来看 这个猪活不难调 我们是什么心情 一看猪都是 你动都不动在那躺的 一天比一天笑首 那是什么心情 精心饲养的野猪却天天趴着不动 这让原本信心满满的老唐一时间慌了神 这些野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海边的深山里到底能不能养殖野猪呢 怎么样 我一家想开始给我一些批语 他也是个名 最后抽集了我打电话到东北 就说我们是养猪的地方 费尽周折才跟东北的野猪养殖户取得了联系 可当老唐说完野猪的情况时 对方的回答反而让他更不淡定了 他最后学说没有什么毛病 说你就是起好东西起太多了 营养过剩 竟然就是野猪出现不良状况的原因 那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面对东北养殖户给出的治疗方案 老唐是更犯愁了 他说你怎么样 在山山找点青草给他吃吃 我说这个世界哪有青草 就抽着自己在山上去溜达 我就一看 为什么要为他草 那个美妙和草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解不出美丝赖是粮食 解不出美丝赖是和草是一样的 对于当时的老唐来说 随便一点绿色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感到地里一阵乱歌 他就着急的把这点绿色的希望带回猪圈 可这个真能挽救野猪的性命吗 我背着这个卖苗走到外面这道门 听见里面住在脚 我更是有一种想法 就具体给我了 老老老老老 用良母帝的卖苗 老唐救下了27头野猪中的9头 虽然损失巨大 但老唐也收获了希望 这份希望让他在后面的事情处理上 不再慌乱无章 这是我们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养蚁猪究竟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喂猪了 喂的是什么呢 其实 大家一看就知道 其实就是玉米干 然后玉米干加上这个 上面有一些嫩的玉米 瞧 他们可爱吃了 多喂点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喂了 大家喂了 为什么不喂了 这那么多猪呢 才喂这点啊 就喂这么多 该吃着吃得太饱了都不停了 为什么呀 哪有你这么喂猪的呀 设案上有很多好东西 吃太饱了 他都不去上膳了 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饥饿式饲养法 饥饿式饲养法 是老唐独创的饲养方法 可他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呢 老唐说 2008年 野猪在威海过第一个冬天出现问题的时候 东北养殖户曾经知过一个在他看来根本不靠谱的招 他说他冬在心里吃草根 我说草根 草根怎么弄去 天天上下山上包草根的去 印子雷死了 可用麦苗把野猪救过来以后 老唐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为什么要靠人上山袍呢 野猪本来不就是属于山林吗 这么大的山呢 是各种野生的果子非常多 它山上以前老百姓在的那种反铃非常多 振子非常多 山上的各种种草草 像是林芝啊 霞天的蘑菇 这么大的山呢 夏天的蘑菇 各种各样的蘑菇 它非常多 唐建伟说 他要恢复野猪的本性 让它的觅食从被动转为主动 龙庙山是保持的非常好的原始森林 它远离了空气与水源的污染 有肥美可口的天然有机刺草 还有金银花 苦丁草 甜奇草 灵芝茶等各种中草药 野猪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 食野菜 啃根精 饮根泉 偷吃名贵中草药 吃得饱 跑得快 睡得好 品质自然 不用怀疑 可这些 就是老唐的野猪 与众不同的全部吗 如果想养好野猪呢 就必须提高它的存活率 要想把它卖出去呢 就必须改善野猪的肉质 于是呢 老唐想到了 给野猪说个美 哎 要说呢 就说最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 要去哪儿找最好的呢 老唐要规划自己的野猪养殖方法 首要的就是给野猪做煤 可怎样的搭配才是最适合的呢 各位我现在啊 是在老唐的这个猪圈里边 这里头啊 住了一个纯种的野生的野猪小伙子 你瞧 就是他了 我们之前说给这个野猪小伙子做煤 其实就是给他做煤 那找的对象是谁呢 来往这看 就是里面那头黑猪 黑猪啊 那是莱无黑猪 莱无黑猪 为什么会选择莱无黑猪跟野猪搭配 老唐看中的究竟是莱无黑猪的什么特点 就是肥肉比较多一点 但是肥而不腻 肥而很香 这样的话 其实他和野猪配起来 他产出的那个猪肉是正合适的 刚好是野猪它瘦肉多吗 野猪和莱无黑猪杂交的第三代 是老唐现在重点培养的品种 他兼具其父系母系的优点 培育出这样的猪肉 老唐足以自豪了吧 但殊不知 他还有个秘密武器呢 来到了他的这个养猪的基地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每个月的某一天就会有一辆车 拉着满满的一车东西来到这个基地里 那车上拉的东西呢 就和这个老唐的自信心 和他的这个野猪的特殊性 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小车来了 咱看看这车上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你好师傅 我看看这车上是什么 哦 外面一层岩 在这里 就是盛产的一样东西 就是海带 嗯 可是 为什么要把海带 拉到山里来呢 这海带 跟老唐的野猪的不同之处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山东危海人唐建伟 放着好好的物流生意不做 投资一百七十万 要找新乐趣 而他看好的 竟然是生活在东北深山里的野猪 野猪到了海滨城市 能生活习惯吗 他每月往养殖场里拉海带 是用意何在呢 老唐 你弄些海带到山上来干什么 吃了围猪的 围猪 用海带围猪 老唐这尝试可是有些大胆啊 山上的野猪会吃水里的海带吗 吃海带对野猪会有好处吗 这个海带呀 就是我们海边有的东西 它是这个微量元素含量 含量特别高 这是一条 还有什么 主要它是什么 能提高这个丝滑的 饲料的转化力 能提高这个饲料的吸收力 用海带喂猪堪称老唐的绝招 在他看来 野猪就是要散养 就是要吃杂食 山上的野草无污染有营养 水里的海带营养更丰富啊 能不能利用海边的优势 提高野猪肉的品质呢 基于这种想法 老唐做了第一次尝试 没想到野猪吃起磨成粉的海带 是有滋有味儿 从此海带就成了它的野猪食谱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样看来 龙庙山的生态猪口服不浅了 又是山货又是海鲜的 把这样的生态猪肉推向市场 大赚一笔 似乎指日可待 可现实会是如此乐观吗 你进门以后 他们说是野猪肉 我不得相信 我说我在渭海这么多年了 这还有卖野猪肉的 好奇心的驱使 让很多经过专卖店门口的人 都不会错过一探究竟的机会 那么老唐的生意究竟如何呢 印度近来 印来印往的近来 但是近来一个走一个 近来一个走一个 原本是靠着专卖店吸引人气 却没想到 引来的全是非议 海边养野猪 大家没听过 没见过 高出普通猪肉几倍的价格 更是让老唐的生态猪 无人问津 几百万的投入 辛苦总结的独特养殖经验 难道就这样白费了 就在身边人 为老唐捏一把汗的时候 龙庙山却出现了一幅新景象 让大家爱不释手的不是别的 正是老唐的生态猪肉 请大家上山赏猪 免费吃肉 就是老唐为了促进销售 想出的对策 给可疑免费吃的能有多少钱 七八十万能有 七八十万元 全部免费送给大家吃 老唐是不是疯了 两三年的辛苦付出 却没有一点回报 老唐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能三级以上 你要三十嘛 你要砍什么 可疑来的吃的好不好 可疑出去替你宣传的那种 可疑是不是 遗传是能提到那种遗传是 十三百的作用 用美味招待大家 把每一个上山吃猪肉的客人 都当成宣传员 靠口口相传 提高知名度 正是老唐的用意所在 那老唐的七八十万元 到底有没有起到 他希望的宣传效果呢 老唐的第二家生态猪 专卖店开业的时候 就是另一番景象 第一天菜仗 我们就买了 一千七百多块钱 第二天 我们就买了三千多块钱 赶到第四千 第五千的世界 我们的营业都突破 七八千块钱了 如今 威海的高档酒店里 还推出了 龙庙山生态野猪宴 如此诱人的菜品 味道究竟如何呢 特别的好吃 它的脂肪部分 是入口即化的 瘦肉部分 也极为的细嫩 但是它的肉皮 却有那种 大量的胶质的感觉 在口里 特别的有那种弹性 有嚼劲 非常的好吃 整个红烧肉 它是分为 不同层次的口感出来 老唐说 看到别人品尝 它的生态野猪肉时 那副享受的表情 是让它最有成就感的 而一路摸爬滚打 总结出来的养殖经验 更是让它对未来 抱有十足的信心 羊野猪的地方非常多 但是吃海菜的野猪 什么地方有 我们也还有 吃松震的野猪 什么地方有 我们也还有 所以说我们的野猪油 和别人都不一样 我就达成实际日 尝一尝 我们这 来自海变的 猪一无二的野猪油 结果结束后 老唐有两句话 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一句是 干什么都赚钱 只要你肯干 另外一句是 他总是在说 我还很年轻 一直这么玩下去 没有意思 其实 老唐已经44岁了 我们经常会感叹 青春不在 我没有抓住最好的时光 去创业 所以我现在 有点一事无成 但其实 只要你还愿意创业 只要你拥有一颗 充满了激情的心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一个年轻人 好的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收谈 记得生产留大 再见